另外加拿大的莲花了物问的 尊敬的圣尊 莲圣佛佛 阿弥陀佛 师尊好 弟子在2015年12月13日 在香港白莲花王的法会上 听到虚空中 刷的一声 释迦牟尼佛的法相 就很清晰的显现在我面前 从此以后我在家里的谈诚前 一念师尊心咒 闭上眼睛就能看到 从上往下 大放化网金刚的汤卡 瑶池金母 莲圣佛佛 几土地宫都有光明显现 汤卡的光明中会有南光 最近当我唱诵 伊西丘卡佛母 心咒时 他法座的光明亮度较亮 请问师尊这种现象 是相应的接受吗 弟子不追求神通 请师尊慈悲开示 谢谢 加拿大莲花了物 他在白莲花王的法会的时候 听到虚空中 刷 一声 释迦摩尼佛的法像 很清晰的显现在他的面前 从此以后 他在家里的谈诚 一念师尊心咒 闭上眼睛能看到 大放化网金刚 瑶池金母 莲圣佛佛 土地宫都有光明显现 汤卡的光明中会有南光 最近唱诵伊西丘卡的 《火母心咒》的时候 他的法座的光明亮度较强 这个都是有感应 这个是接受跟感应 跟看见 这个加拿大莲花了物 应该是很有根基的地址 因为地址有分三种 三等 一个是上根气 一个是中根气 一个是下根气 上根气 它的感应特别快 根基也很好 前世就有修行 这个就属于上根气的地址 他参加法会 就能够看到释迦摩尼佛 回去以后 他可以看到所有诸尊的光 这个 这个唱诵伊西丘卡的时候 心咒 这个伊西丘卡的法座 光明亮度很强 这个都是感应 都是感应的现象 所以他是属于上根气 上根气的地址 中根气 就是一步一步来 一种 第一个是顿 上根气可以用顿法 一下子 他就相应了 中根气 要用建法 就是一步一步来 下根气 就是乌龟爬地 人家都已经在飞了 乌龟还在爬 这是下根气 但是下根气 也总有一天 会到目的地 就是一个 一个是最快 一个是中等 一个是 较慢 快 中等 慢 那你是属于 上根气的地址 非常好 加拿大莲花了物 这个 他的 这次就是相应 感应的一种接受 你不追求神通 很好 因为有时候 有了神通 反而会入了歧途 反而会入了歧途 这是回答 加拿大莲花了物的 他是上根气 很快就有感应 很多人修了很久 才看到光 他不用 他一次感应 看到释迦牟尼佛以后 就有感应 感谢您的感应